日本大地震慈濟日本分会 透过视讯向上人回报状况 到今天早上 其实死亡人数有在增加 目前是57人 刚刚的报导是 又增加了一位58人 目前灾区仍有28000多人避难中 3万多户断水断电 许多道路毁损严重 这样的大灾难 要嘛就是要跑到最前面 及时帮助 及时抢救 及时拥抱着他 护慰着他 这就是大灾难 很及时能发挥的良能 当地从1月2号开始下雨 气温偏低 慈濟动员先备妥必要的救灾物资 毛毯 加厚型的毛毯 披肩 加厚型的披肩 以及围巾 加厚型的围巾 另外呢 预含的两件事的 可以在零下的夹克 跟衣物 还有我们的即时的饭条 还有我们的香气饭 都已经在巴德集结 台北慈激医院也动起来 协助台湾官方和民间救难团体 以及日本灾民 先准备好救济药品 止痛药 抗生素 肠胃药 还有高血压 糖尿病 还有气喘的 还有一些外伤的 绷带纱布 贴布 其实都准备了 我们准备了20箱 我们的药品上面标示都很清楚 就是一定有英文的著名 然后都是盒装 不是散装的 这样让辨识会比较容易 目前日本政府已经大规模动员 上人勉励慈激人 救灾准备不但抢极时 更要规划长远 电话的工作 这叫做电话 我们在后面看 看头前他们怎么 路上 看他们怎么 会生肌生肝 我们就会很清楚 所以不一定说 几万人受灾 几万人 就一定要让他们钱来分配 不一定 我们钱 要用在 真正的需要人的身上 尤其日本老年化严重 这次更要借此盘点 长期关注 老人人口 向来没有人照顾过的 趁着这个时候 也许我们可以长期的照顾 也说不定 日本当地许多慈激人 也纷纷表达意愿 加入救援行动 面对灾害 不分你我一心照应 发挥大爱精神 大爱新闻 陈宏丽许英豪 台北报道 的 以后 都能看到